台灣人有時候太 那時候你知道嗎 而且總校通路就是很 政經很激烈嘛 每個人想要開 然後我找到還不錯的地方喔 然後就是我都會幫大家擦 就是那個人式的流浪度啊 或是就是旁邊有沒有 就是類似的拉麵店啊 就是比較有沒有對手資料 我都全部都幫大家擦過 然後他說 嗯 還不錯啦 但是慢慢來 慢慢看一下 我說欸 現在是好不容易找到 這個馬上就會被切走 沒關係 多一點看看 然後又找到另外一個 就是我潘大早的一個月 我找到 而且是我做功課 就說比如說 這個是比較有日本人多的區 或是就是台灣人 那個那邊的台灣人 比較敢花錢的 我都會幫大家查 就是做的完美的事情 他說 我覺得還好耶 啊 我找到一個地方 這邊就好了 我說 蛤 為什麼 因為這邊風水好啊 就這樣 我說蛤 風水好 然後主要的是 他的對面 是已經有名的拉麵店 然後旁邊是牛肉麵的店 然後主要的是 那邊的那個客人的需求 就是大概是 100塊左右的 比較便宜的 但是那個拉麵 就是要賣就快300塊 所以就找到就是 對的地點嘛 然後就是對 Location都很重要啊 然後我想說 哇 怎麼那麼沒有計畫 我就後來 我就受不了 我就沒跟他們合作 後來他們是硬要開喔 兩個月就到了 我的事業就很特別 是一個愛的事業 有一次我們有一個客人 他就等於換給我們的公司 然後說了需要解體 好 我們會問幾個問題 然後回個問題是 那你的寶貝什麼時候走了 他就會說 六個月前 六個月前 然後原來是什麼 就 他有個小狗 就買祭司 他的狗走的時候 他很痛苦 很不舒服 他就沒辦法放棄 所以就放在他冰箱裡面 蛤 他家裡冰箱 對 放在家裡的冰箱 之後過了一段時間 六個月 他就感覺已經OK 他就給我們聯絡 可是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 我們的員工全都別解體 然後就 看他的冰箱 就這個勾在裡面 然後裡面附近的事物 就他吃的東西 就這樣 Oh my god 所以我們的員工是 一方面對 就是他只是真愛 但是一方面就有點有的時候 然後 這太誇張了啦 所以你們的服務 還可以到家裡去幫忙接就對了 去接 對 我們就去家裡接就那邊 然後我們接 然後帶他們的員工 然後跟客人揚摆一下 也接客人去那邊 是 我跟你講真的是 所有的事 人家說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真的 現在很多的事業也是 做得越來越貼心 真的 而且萬事其同 然後創業真的非常的辛苦 沒想到型男們 真的每一個人都是很優秀 對啊 除了藝人公司之外 其實其他的 大家好好的給他們支持 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志祺翔下次見 拜拜 星期會